歡迎回來 所以在這次的議題衝擊裡頭 如果要處理 開記者會要捐啊 作為色彩啊各種的處理 表示民調上必然有影響了嗎 其中在這一份最新的 近新聞封關前倒數第二份的民調 告訴大家 非常有影響跟有些影響加起來 共有46個百分比認為是有影響 選民是在乎的 43.2%認為沒有影響 但無論如何現在處理下去了 不管你覺得貴 覺得便宜 或者是以後怎麼樣 反正以後空下來 先就作為公益使用 以後可能會用做社會住宅 就已經保證了 以後候選人要選舉 就要先把資產都清了 都做公益了 我先講了 侯市長這個認為有影響的 其實46算不算高 算高了 畢竟五成了 這不用多說 但是對比於賴清德老家 以及柯文哲農地的狀況 那是直接突破五成 五成六 對五成六嘛 高了10% 所以對於民眾而言 還有一個最低的標準 就是你本身做這件事情 到底是合法還是不合法 這是最重要的 只要你是合法的 我覺得一般的民眾 也許是覺得還可以接受 因為他只要在合法的狀況上 可能觀感不好罷了 但是賴清德跟柯文哲 是直接民眾認為 可能是違法啊 所以才會反應這麼大 才會認為有影響這麼高 我現在就先來回應這個 剛剛講的賴清德老家的問題 先跟各位報告 房屋只有合法跟不合法 這樣的選項 沒有別的選項 唯一中間的灰色地帶叫什麼 叫繼承維建 暫時不猜 對 暫時不猜罷了 沒有什麼叫做 這個應該是合法的 只是因為什麼狀況 所以沒有合法 沒有這種事情 小三還沒報戶口的孩子 沒有這種事情 房屋就只有合法跟不合法 合法申請變合法 不合法你怎麼申請 他也不會合法 這是規定 我想跟大家講規定 然後我們拿出這個新北市 合法房屋的申請的規則 我們跟大家講法律 這講非常清楚 新北市政府合法的這個 合法房屋證明處理要點 還有兩項非常重要 第一項就是你必須在民國70年 2月15號之前要先存在 這第一個要存在 再第二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存在之後呢 他不能夠 擅自的興建 修建 改建 通通都不可以 這兩個要同時存在哦 70年之前跟不能夠 興建修建改建 同時存在 他叫做合法房屋 可以做申請動作 賴清德老家符合這兩個嗎 第一個我們先講 這是國土社會中心的圖 其實我們下一張圖 就下一段要討論的 沒關係 話題討論 答出來了 在75年的時候 他所謂的老家旁邊 還是荒煙漫草 到94年的時候才長出來新的違建 以這個圖來看 75年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根據之前的法規規定 他並不是70年之前就存在的 已經不合法了 再第二個 因為民進黨一直說什麼 套匯有問題嘛 這空 空照圖不準 對啊光是什麼地標 冠金批 圖資什麼不對 好 我就先不管 準不準 我想另外一個就更好笑了 民進黨自己講的 發言人自己講的 郭雅惠他說什麼 他說該房屋存在於民國 40年之間但不開始用 所以在92年進行翻修 法規講的非常清楚 70年之後只要有翻修改建 通通視為無法變為合法房屋 你講的非常清楚 所以新北市政府才會認定 你是寄存違建 懂了嗎 為什麼新北市政府會認定 你是寄存違建 就是因為你在92年 你翻修過了嘛 那你們自己都知道翻修過了 那現在什麼意思 自證有罪 我不懂現在綠營的人 一直在幫賴清德老家 認為他是很多歷史因素 造成無法合法化的原因 是什麼 法規寫得非常清楚了 70年之後你早有動過翻修改建 新建就叫做違建 那寄存違建就是我跟講灰色地帶 那灰色地帶 我們也沒說你要拆不拆 包括你說整排的那些礦工 都是屬於寄存違建 要拆不拆 他們自己決定 因為是列管緩拆 但問題是你不要把它塑造成 感情的因素 因為什麼跟老家的關係 跟父親的關係 所以你不願意動 我也懷念我老家 對啊 我就跟你講了 如果是違建就能拆到 有超過一半以上 都有的無奈跟回憶啦 不是只有你賴清德有回憶 其他人怎麼做 造拆 沒有任何的好講 因為造法規就是如此 對於你民進黨而言 好 如果你真的認為 炮會有問題 你們狀況很多 那麻煩請你們新北市政府的發言人 不要說新北市政府 民進黨的發言人 不要說什麼新北市政府 提供錯誤的資訊 意圖使人不當選 還有違反行政中立的問題 你講這話幹什麼 如果真的有這種問題 你直接告他就好了啦 還有什麼好扯的 口水這樣打來打去有意義嗎 如果新北市政府 真的意圖使賴清德不當選 請問一下 你們賴正寅 綠營會放到現在都不敢動嗎 所以你們現在 就是不敢去認真面對的問題 只敢用口水戰 一直誤導民眾說 賴清德家沒有問題啦 這是因為歷史因素的狀況啦 我們有告訴你 規定就在這裡 你能夠申請就能夠申請 不能夠申請就不能夠申請 不要來抹黑新北市政府 說他意圖使人不當選 還有說他行政不中立 真的有這個狀況 我完全建議 而且拜託賴正寅 趕快去提告新北市政府 還賴清德一個清白 而不要蒙冤塵血的 繼續在後面做一些 被罵的事情 因為如果你們真的不是違建 那就不是違建 趕快去申請成為合法房屋 那是你們的權利 而且是你們應該做的事情 我要請委員幫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我不太懂這個坐標大對決 看不見了 你幫我解釋 但重點就在於 現在連財產申報被翻出來 他只有申報自己是有地產 土地 是沒有建物的 但建物在那裡又有幾個洞 這個怎麼辦 我想這個事情 我覺得大家必須還原這個脈絡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禮拜天 這個萬里的礦區 就這邊叫中府里 中府里的里民 里長帶著一群里民 他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社會 他都看到了 是 這封公開信裡面寫得很清楚 他說賴清德的老家 在我們這個地方並不特別 也沒有任何的特權 這是他的文字 我照念 不特別 也沒有任何的特權 他的狀況就跟這裡面 比較大洞一點 其他里民也沒有比較大洞 真的嗎 沒有 好幾洞 他是二十九坪 主持人 我們講事實 二十九坪 二十九坪在那邊沒有大洞 我去過 那 佔地 地號 二百二十八坪 不是 他的建物的坪數就是二十九坪 這是事實 我們有些事情可以觀點不同 但是有些事情是事實 建物室內洞 然後跟八十四號對不對 八十四號 然後旁邊有 旁邊不是他的 旁邊是鄰居的 那維安住的那個房子 他哥哥的 也不是他的 他哥哥的 他的那一棟 二十九坪 兩層樓 二十九坪 然後我現在只講 我想講事實 第二個 有沒有翻修 有翻修 沒有否定有翻修 因為過去其實他甚至是 連屋頂都要被吹飛了 所以有翻修 這是事實 改善住宅環境 這是事實 二十九坪在那個地方 那那封信裡面寫成記錄 他說 我現在講的是 他說他一點都不特別 在這裡面 他其實就是我們這種樣態建築 裡面的其中之一 好 居民講了這個話 寫了那封信以後 新北市出來說 沒有 賴清德的老家 跟你們居民是不一樣的 所以新北市的說法是 賴清德的老家八十四號 是九十二年才新建出來的 好 所以才開始變成是 杭兆圖大戰 對 新北市就拿一個杭兆圖出來說 我證明你看在民國九十二年前的 杭兆圖套碟的位置上面 沒有八十四號 好 當我們把脈絡還原是這樣 我只講 我現在講事實 佐冠廷出來講 第一個 他的定位點不同 其實不只是佐冠廷 昨天已經有幾位杭兆圖的 民間專家出來打臉 新北市政府了 這幾位專家講了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這個圖資是來自中央部會 但第一個套碟的定位 確實有誤 好 其實說坐標不對是不是 因為他這個是 我這邊會有一個杭兆圖 可是我要把地級套上來 這兩件事情這叫做套碟 你套碟的定位是有刻意有誤的 這是第一件事情有誤 有誤是說位置不對是不是 對 他是民國六十八年 跟後來他幾個不同的年份 他發現你都套的位置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套碟的工作是有錯誤的 都是這一塊 對 第一個套碟有誤 第二件事情在這杭兆圖裡面 已經說得很清楚 他不能拿來作為法律的認定使用 好 現在問題來 大家記不記得之前黃國昌 其實也有說 黃國昌當時也是拿著 這個杭兆圖出來說 你這個八十四號 可是我跟你說 我家房子都拆了 新北市的角色跟黃國昌不同 為什麼 因為新北市是主管機關 當然 主管機關我要跟大家說 第一個 因為新北市的這個套圖的做法 已經被打臉 我就不多說 他套圖方法是錯的 包括他的圖資使用 你先說 你先說 我講 我現在是講 不能講不是事實 你講已經偏離事實 新北市政府沒有被打臉 新北市政府是認定的機關 如果你們認為有問題 不好意思請你們去行政 那你們先告 不要一定會告 現在就可以告了 現在就可以告了 好不好 我現在把他講完 我現在把後面講完 我跟大家說 我其實非常非常樂意 帶新北市政府跟黃國昌 我們就一個下午 我們去到中府裡 一戶一戶問李明 賴清德老家的中府裡 八十四號 是不是原本就在那個地方 我跟大家說 他什麼問啊 這有什麼好難問的 就是問 還在的長輩嗎 長輩老人家跟下午 有一個長輩說 那現在老家就是繼承為健 你去看一下新國人 他也講了嗎 那個議員 對對對 我先講完 好好好 我說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個爭議的點是 新北市政府出來說 你原本老家不在那邊 九十二年新蓋的 對 新建 他那時候就說 這是新建出來的 你之前老家不在那邊 我們可以畫一個笑 國議員一起來也沒問題 我們不要只問一個人 不要只問里長 我們理名裡面發六十幾個 可以用問的嗎 對 這是重點 這都是沒有用 他就是空照圖 但你所有要做的就是空照圖 我告訴你 第一個事情 不是不對 錯了 空照圖不能這樣使用 不是 他已經定了 你聽我講 不是 法規 我想很小 不是 議員 不是 委員 你先聽我說 我先講個重點 法規已經定了 那個議員 我先讓我講完 好 好 第一個 這個圖枝的使用方法 其實在這個圖面上面 下面是有做說明的 這個說明他都有告訴大家 其實空照圖跟航照圖的使用 是可能存在誤差的 所以今天從昨天已經有幾位 包括中央大學 幾位航照圖的專家出來說明 他不能直接做認定 如果你要認定的話 要到現場去做勘察 也就是說這一張航照圖 不能拿來做這樣子新北市的判定 這件事情不管是中央大學 或者是民間的航照圖專家 我有點感覺像回到藍白 那個民調的爭議了 都已經說不能了 但我只說一個事情 你當然可以說航照圖 各說各話 但我們就邀請新北市政府 包括黃國昌 我們去到中府裡 我不要只問一個 你說一個 那不是問人的問題吧 那是科學政局 沒關係 去 我懂委員的意思 去一戶一戶問 賴清德84號的老家 從民國幾年在 就是在同樣的位置 就厲害了 這個位置是從民國六十幾年 就在那個地方 四十幾年就在那邊了 所以它不是一件新建的建築物 不是說我去碾箱 去別間碾箱 它是一個 主持人 說不定 蘇換市的那個說法 我把這事情講 就是它的位置本來就在那邊 然後它是有整建 確實現在在稀有的法規裡面 它拿不到合法 這個部分我們都承認 但是它不是一個新建的建物 今天新北市是出來爭執 它是一個新建的建物 這個部分是不對的 它使用的方法跟分析的方法 是錯誤的 這已經被確認了 OK 被確認 我先講 我先擦個嘴 我先擦個嘴 然後再請上次 所有的縣市政府來判定 它是否是違建 還是繼承違建 全部由空罩圖來判定 不是 全部 我跟你保證一定是 一定是 你所有事都要 你還要現刊 不好意思 他們這個圖是以現刊過的結果了 所以新北市政府告訴你 它是繼承違建 當然你如果認為 你的空罩圖有問題 麻煩你告完之後 會請另外的人再來看有沒有問題 那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一定會告 對 所以有人說 一定會告 以目前為止 這就是對的 一定會告 以目前為止 這個就是對的 主管機關認定 對 主管機關認定的 這個就是對的 如果你認為有錯 事情告完之後來推翻它 那當然會不會有新的結果 一定會告 但是目前為止 千萬不要說新北市政府不打臉 因為目前為止 新北市提供出來的空罩圖 就是現在合法的依據空罩圖 因為還有一個主管機關叫國圖署 國圖署說 準備讓它合法 未來會把礦區的權益一起兼顧 未來會合法 是 你比我聰明 你可以聽懂嗎 我總覺得為什麼空罩圖 會有套圖 完全不一樣的問題 其實無論怎麼解釋 其實大家現在看了一點 首先那個土地區有228坪 地有282坪 建號 建號的地號碼 就是地就是這樣子 可是實際上旁邊其他人 包括他哥哥的地是多少 旁邊其他住人是地多少 都可以把它一步一步講出來 現在在法律上不是問人的意見 不是問人的觀感 你這個所有的部分 全壯 你記得你哪一年生小孩嗎 之類的 我覺得現在是這樣子 無論現在民進黨怎麼解釋 要讓你 他剛剛生案邏輯 他當然要導你 就討論那個房子 那個29坪的房子 它裡頭裝滿了血淚 專門的歷史 可是大家都不是笨蛋 這件事情已經討論好幾個月了 整個土地有多少 就像我 我每次在評論當中 我說好在 我在意的只有那邊的井裡 那井裡是誰買的 而且那麼大尾 我自己跑去看 譬如說我的興趣點是井裡 那有業務裡面的裝修 有的是那個石板路 其實大家在一般民眾當中 對這件事情的觀感 無論藍綠白 大家各自不同 他上去被他激動 可是我覺得我不激動 我覺得這東西是大家各看的 因為我自己也去實地看攤了 我是深夜跑去看的 你也去看 對我是晚上十二點 而且我去深夜去看的時候 有八萬人 我都 我不是一個什麼網紅 可是我自己晚上十一點半 仔細去看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剛撤哨 隔天都沒有人了 但是我是很謹慎 我沒有踏進私人土地 然後但我手電筒 我都看西看 所以我那時候晚上十一點半 有八萬人有興趣 在線上看 我不是網紅 我的訂閱其實只有一萬戶 我根本沒有在經營網路 但有八萬人就是要看 我就說這件事情 大家有各自不同的觀感 在瞭解這件事情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現在還有很多層面 因為還有包括邱毅 有更多的爆料 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 在其他節目當中 看到他在所有 包括賴清德母親交易 二零二次 那零零四年 那時候的權狀 以之後賴清德繼承的權狀 以及之後賴清德贈禹 不知道給他的哪一個兒子 哪一個兒子 哪一個兒子的權狀 所以在這裡頭 人世十一度的變化裡頭 雖然民進黨現在是希望 就集中到這棟房子 集中這個房子的血淚 集中在其他旁邊建戶 住在那邊的人 大家公開 那公開信怎麼會是他們寫的嘛 那一定民進黨寫的 叫大家共能來簽名嘛 不然你告訴我是哪一個人 扎實是寫一個字 寫出來的 我們去看是哪一個里長 你背給我們聽嘛 所以在這種當中 這就是一個政治操作 但我認為現在在捍衛賴清德 如果是我 我也會做同樣的政治操作 但重要是這件事的影響性 連包括余天出來力挺的時候 都會講出大白話 告訴大家 如果早知道這個違建 就應該早點跳跳了 什麼就沒事 其實我覺得在基層的觀感 現在是整件事情 在最後十七天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你認為是法律 你認為是民情 你認為後面國土署要再來處理 告訴你國土署現在處理也都來不及 他們作業沒有辦法在這麼短時間 都知道國土署現在的負責人 就是賴清德以前的屬下嘛 你不維護是來維護 這些東西民眾不會不知道 所以你現在再多一層維護 背後基層的解讀 每多一份維護都是多一份特權 而這個特權從我們先前 包括我去看的時候 就那個當時特勤 國安特勤的人 22張床 22個人維護一個空房子 這是什麼概念 這不是特權 什麼叫做特權 而且現在後面還有更多的爆料 我覺得會逐一出來 我們現在已經聽到 在外面已經聽到了 可能有同溫層不同的解讀 但我們看看就近新聞的民調來講 到底民眾的觀感如何 大概已經有非常有影響跟有些影響 顯然比上一題就高了 比例非常多 56.5的民眾認為是有影響 甚至非常有影響的比例21.0 算是非常高的 有些影響的也蠻高的 所以不太影響 完全沒影響的 其實只有35.2 那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當然對於賴皮寮 對於賴清德的選情 必然是有衝擊的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